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11月23号 周三晚上的6点32分 今天的市场总体表现不错 下午2点的会议基要公布后提振了市场 涨上去之后就一直都没有掉下来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会议基要的一些说法 包括对于市场目前的看法 为什么说还有可能要大跌 为什么这是一只披折牛皮的熊 那么后期又应该去如何应对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美联储的这个会议基要的一些主要情况 那么会议基要提到 随着金融环境的收紧 经济降温 以及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一些 对于利率最敏感的行业开始放缓 联储官员是看到了抗通胀 取得进展的一些早期的迹象 他们越来越多的考虑 联邦基金利率迄今攀升幅度的累积的影响 以及货币政策运作的滞后性 因此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 放缓加息的速度 可能在很快的未来是合适的 我们知道最近的一次加息会在12月份 市场普遍预期是加50个基点 那么对了近期经济放缓的讨论之外 整个的会议基要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表明 美联储官员仍然高度关注经济恢复价格稳定 预计终端的利率会比上次 也就是在9月份的点证途中 所预期的峰值4.6%要高一些 其实这一点在最近咱们的市场 这几周里边已经开始在接受 并且已经计价了 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事情 那么联储官员不确定终端利率在哪里 要取决于经济数据 另外在经济衰退方面 会议基要显示 内部的经济学家预计 明年美国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约为50% 其实就是一半一半 因为现在的数据 我们看到也是互相拉扯的情况 有的强有的弱 会议基要称 国内私人领域的实际支出增长乏力 全球前景恶化且金融条件收紧 都被认为是构成对于实际经济活动 预测的突出的下行的风险 整体上我们看完了会议基要之后 会发现它是一份偏鸽派的会议基要 确实也正是市场想要的 不停止加息 继续对抗通胀 但是放松加息的力度 等待通胀的回落 同时去观察经济数据 再做调整 其实美联储在今年整个抗通胀的努力 咱们看到它的路径是从最开始的 动作非常的慢 迟迟的不肯加息 落后于市场 到后来是迫不得已快马加鞭 大幅前置的多次75个基点的加息 终于是和市场现在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咱们如果看一下 在汇集要发布之后的利率的 这个压注的变化情况 会发现目前整个的交易员的压注 还是上限为5.25%的这个峰值 那么加息的峰值出现的时间不晚于明年的6月份 加息的压注 那么还有一点是在9月或11月会有这个降息的压注 就比会议之前 基要之前的那个11月份 要更加的激进一些 说明市场的认为6月份之前 然后加息加到顶 然后停止加息 最早有可能会在9月份降息 那么可能不晚于11月份 这是市场当前资金面的一些走势 那么会议计要发布之后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市场中 我们看到weeks是大幅的下跌 今天跌了4.42% 已经是来到了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 也是一个正向于市场的走势 另外在国债收益率方面 今天短债是小跌 短债比如说两年期 它是小跌 但是长债收益率今天都是大跌 10年期30年期都跌得比较的猛 那么在下跌之后 这个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已经降到了3.69% 3.7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两年 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率差 是继续扩大 之前我们说已经是40年来 最高的倒挂水平 整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 大幅的下跌 代表着一件事情 就是市场正在压住的是 一个降息的低利率环境 这个本身是有利于成长股的反弹的 好 但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 但是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 真的已经见顶了吗 会持续的回落或者维持在低位吗 现在压住的降息这个动作可不可靠呢 其实市场对于此是有不同的看法和想法的 先看看他们的 然后我来讲讲我所观察到的一些不同 根据高盛的手续策略师 他说 我们对于美债收益率的预测 是基于我们会认为不会出现衰退 并且通胀仍高于美联储的目标 在通胀高于美联储目标的非衰退情况下 美联储似乎不太可能像目前市场预期的那样降息 所以他们认为不会降息 是因为这个衰退第一不会出现 第二通胀会更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不能够降息 还会维持高利率很长的时间 那么另外有多位的华尔街的调期期货交易员 也会也认为说 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在明年的6月前后 上升至略高于5%的峰值水平 然后在2023年的年底降至4.6%左右 所以这里边大家看到没有区别在哪里 现在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才3.7% 3.69% 如果明年会继续的攀升 那很明显这是有备于现在的一个情况的 就是目前通胀大家感到是在下降 而且感觉到美联储未来可能会降息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反向的压注 和反向的一个走势的预测 好 那么讲到这里 为了方便大家比较清楚的理解现在这个市场 我们就顺着这个矛盾的逻辑 屡一屡 现在的市场是不是真的已经见底了 还是它只是一个熊市反弹 现在正在炒高这一轮 然后在明年的6月份之前还会再来一次霸跌才能够触底 好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知道在股市中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利率对吧 利率可能会影响到国债收益率 第二个就是企业的盈利能力 就是EPS增不增长 它的美股权益能不能增长 美股权益增长了 那么你持有的股票相当于就会升值 这是它的一个本质的股价上涨的原因 这两个因素决定了股市的走向 利率它是决定了企业的估值摆动的幅度 因为它的估值里面 DCF模型里面要带入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的这个值 这个值越小 那么它的估值的范围就会越高 那么这个值越高 它的估值的下限就会越低 所以我们说这个决定了企业估值摆动的幅度 高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打压估值 打压股价 那么低收益率提升股价 提升估值 那么第二个就是企业的盈利 它是决定了估值的长期的成长性 盈利的持续增长 那么股价长期就会持续的增长 盈利如果持续衰退 那么股价就会持续的下跌 所以这两个就是现在我们说要关注的 那咱们就做一个推演 就看一看经济衰退 GDP还有加息降息这几者间的关系 到底他们指向的方向股市后面到底是涨还是跌 好第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像高盛预测的如果经济 GDP不衰退 我们这里说的经济衰退 美联储说的经济衰退都指的是GDP 并不是指标普的EPS 这是两件事情 GDP衰不衰退 它和EPS衰不衰退 有时候是并不同步 有时候有些之后性 还有传导的过程 所以这里凡是谈到经济衰退的时候 说的都是GDP是不是衰退 是不是连续出现GDP的负增长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GDP不衰退 美联储没有降息的理由 对不对 那么它既然你在正常的增长 它为什么还要去刺激 让经济过热 不需要 它肯定就不需要降息了 它只会维持高利率 直到通胀回到 它的远期2%的目标为止 在这之前 它都不需要去降息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那么压注降息 它就只是暂时的行为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在国债市场压注的降息 9月或者11月 它是一个暂时行为 那么目前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对于股市的提振 现在不是在下跌 对于股市的提振 它就只是一个暂时的 如果按照上面高盛那几位 华尔街交易员的说法 基于不衰退的判断 那么10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6月前还会上涨至 接近5%的水平 远高于现在的3.6% 那么和今年的峰值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年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的峰值是4.3% 那就是要远高于这个峰值了 表示在今年6月份前股市的估值还将受到一次中度至重度的打压 还将有一轮下跌 甚至比今年3500点的低点还要低 这是经济不衰退 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 因为现在有可能利率还会往上涨 就是我们指的是国债收益率往上涨 不是利率往上涨 国债收益率往上涨 利率这个里面主要是看终端就行了 好 那么第二种情况是GDP衰退了 经济衰退了会发生什么 美联储最终肯定是为了挽救经济 必须去降息 那现在的市场压住的降息行为 它就不是一个短期的炒作行为 它就是看经济一定会发生衰退 那么10年期国债收益率伴随着美联储的降息 它就不会大幅的攀升 更不会达到上面所预测的5% 那么问题就来了 国债收益率受到打压 它确实可以帮助提升股票的估值 但是经济GDP衰退了 美股的EPS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我们知道 现在美股23年标普的EPS的盈利预期 尽管有所下调 但还是比较乐观的 是正3.5% 而且这还是包含了能源板块的衰退影响 如果不计算能源板块 其他板块的总成绩 实际上要超过3.5% 所以这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盈利的预期了 那么根据这个盈利预期 那么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可靠呢 标普成分股 我们说大多数的成分股都是跨国公司 目前能够确定明年衰退概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亚洲还有南美 预期GDP保持增长 那么确认会衰退的目前已经是确认的 包括英国 新西兰 还有欧洲正在衰退的边缘 如果美国明年也衰退了 那么企业的EPS不管是在美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 它会不受到影响吗 而一旦刚才讲过的正3.5%的盈利预期 下调为不增长或者负增长 那么我们说股价推动的两个动力之一的企业盈利增长 它是缺乏长线动能的 它是缺乏上行动能的 那么我们要说一下 根据历史的规律 如果EPS确认衰退且预期下调 那么在下调预期前见底 见底前的3到6个月 那么股价确实会触底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假设现在就是牛市的开始 现在是11月份 我们假设12月份 好算 那么6个月前 你就认为明年的5月份到6月份 那么EPS的下调就已经见底了 已经触底了 那么你就可以现在就压住牛市的上行 那问题的核心就简单了 就变成了企业EPS的下调见底了吗 会在明年的5月6月见底吗 你觉得明年的经济会比今年更好吗 明年的消费能力会比今年更强吗 科技行业的今年的裁员潮 明年会不会蔓延到服务行业呢 所以一次典型的经济衰退 会导致EPS从峰值下跌26%左右 目前23年的EPS是一个预期正增长3.5% 这些都还没有开始下调为负 如果市场对降息的压住是长期的 说明EPS后续会被下调为负增长 后面还有一轮下跌才对 所以无论现在压住降息的这个动作 我们说它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看帅帅 无论你从哪个方面去思考 其实都应该至少还有一轮比较大的下跌 才是符合现在的基本面的情况的 目前依旧只是一个熊市的反弹 这个也非常符合 为什么咱们说有好多包括高盛 包括MS都谈到了 明年标普的年底的点位是3900点 或者是3800点 大家会觉得很反直觉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是4000点 明年还要跌一跌呢 其实就是基于这些基本面的思考和判断 所以我个人也认为熊市反弹 大家还是要注意要当心 大家会说这个反弹这么多了 都马上都走牛了 还是熊市反弹吗 熊市反弹有没有什么历史参考的数据呢 好 熊市反弹它之所以长得像牛 是因为它的反弹幅度 有的时候是非常大的 根据历史数据显示 从1920年以来 标普的熊市反弹就是再次下跌 创新低之前最高的一次反弹了47% 最低也反弹了7% 中位数是反弹15% 平均会反弹18% 接着到今天 标普从3491点的位置 向上反弹到4027点 已经反弹了15% 刚刚到达了反弹的中位数 所以熊市反弹有时候看起来很像是牛 那么如果我们从基本面去思考 在操作和心态上 其实这么一说大家已经非常的明确了 现在的上涨 如果本轮已经加仓的 又或者重仓的 又或者在做波段的 你要把握住后续反弹冲高出货的机会 虽然不知道再次的大幅下跌 什么时候会来 但根据当前的时间点情况去推测 大概率会来 而且最晚应该不晚于明年的4月份才对 如果现在完全没有加仓的 还在空仓的 正在为踏空懊恼的 那只能告诉大家 你要三思而后省 经过这轮反弹 部分的股票 其实是已经再次的进入了高估的区域 而且明显比半个月前要多得多了 这些高估的股票 虽然可能这一轮反弹你没有吃到太多的肉 但这绝对不是你冲高去 冲动去追高的这个理由 简言之上行越多风险越大 未来继续上行 特别是在突破了4100点之后 我会考虑去恢复之前退出的做空的投机 我会考虑去恢复它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我会从更长的一个时间 有一些短期的 有一些中线的这种投机 我可能会要去做一些布局 所以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想法 提醒跟大家说一下 好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带来的关于市场 目前为什么说是熊市反弹 那么后面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 也是提醒大家 现在的市场 大家一涨就觉得有时候心慌 跌了心慌 涨了心慌 但是仓位 咱们很早就说过 跌下去之后 该有的仓位该拿的要拿 你不用全部清掉 你拿部分的仓位去滚一滚 拨断拨断都无所谓 对不用全部清掉 也不用满仓去抄底 然后满仓去卖掉 这样有时候你换得换施 这种心态 尽量还是做到 底仓还是要持有 部分仓位可以去做一做 没问题 好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的全部内容 明天是感恩节美股休市 明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就不更新节目了 周五是一个半天的交易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周五应该是还有节目 希望大家在明天的感恩节 也能够好好地休息休息 大家也不用天天盯着市场 最近市场其实尽管在上涨 但是它也在缩量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 转发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